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又到了一个星期一次的国士同学会 和上星期一样有Anthony 他叫曹总 今天我起的题目是挺有趣的 叫做D.A.B.之死 上星期是小月月之死 他叫做D.A.B.之死 我们又不是讲算举 是否太武断 我们这么快就可以宣称D.A.B.之死 首先我说的不是说我们某个政党 就是D.A.B. 是说我们很敏感的 选举 我们也不讨论选举 虽然我们的主持有参选 我们在说D.A.B.是Digital Audio Broadcast 就是数码广播 Anthony说是否武断 我们的节目不是一个学术讨论 纯粹说一下我们的意见 当然如果过几年我跌眼镜 我就没所谓的 我是乐意的 因为大班在搞这个台 如火如荼 我也想别人赚钱 但是你问我 就真的不看好了 为什么我们说这件事 会和国事有关系 其实这个是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一个新的广播技术 旦新往往是会对一些的政权 有一些的政治 有一些的冲击 譬如近年那些 互联网的流行 会令到很多不同的政权 人家容易了沟通 令政权有一个冲击 但是问题是 到底这个国家的政策 是怎样发展一些政策 例如广播政策 这也是我们国事的题目 当然我们没有说一定要 拉到国事 只不过我给大家定义 原来是和国事有关的 Antony 你提问 为什么没有断法呢 你觉得没有不断 我们在这个题目 老实说 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本身对 这个所谓的数码广播 其实也不是那么乐观 因为其实我们 首先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现在的数码产品 尤其是对于我们本身接收的资讯 其实这些东西 其实一部手机已经可以搞定 我们现在一部iPhone 已经可以看到报纸也好 电台也好 甚至电视也好 无论我们是说文字 visual 我们在技术上 其实如果我们说电脑 电话 就是手机这些东西 根本上完全可以突破 首先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先 这个就是去年的报导 其实清不清楚 不要紧要 大家有个概念 就是去年的时候 那些那些收音机 一只一只收音机 很大只 在买这些收音机 大班去年二月的报导 就是说八百多一千一只 坦白说 你送给我都不要 真的送给我都可以 那到现在 大班搞台 那 就是这些清清说送的 好像说 现在是要二百多元过 二百多元过 这个是不是一比一大小 我是不是很清楚 但我想他出的这款 都是给别人手机 真是很严衰 但OK Anthony 你说一下你的宝贝 那我的iPhone 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说尺寸来说 就是 都输了一点点 他就两部等于我一部 但问题就是说 他一部这样的机 他只能接收到 其实只能听到 心机 但我一部机 我就可以 其实解决了很多问题 就是电视也好 就是这个 YouTube也好 就是我们听歌也好 什么都在那里 有没有必要我们再去 架床叠屋 又要做多个这样的东西呢 坦白说 真的送给我也都不要 就是说一下一些 一些交代 一些些背景 因为其实 什么时候出现 这个数码广播呢 其实94年开始 就是欧洲 好像是瑞士那边 开始有些实验的计划 就是一个数码广播 那时候应该就互联网还没盛行 是的 然后就慢慢 其实我想 就是真正正正有商业的一个 一个广播 英国这些地方 其实都是欧洲 英国 其实开始去做 但是当然你 你所谓的广播 和传统的FM的广播 有个声称好的优势 就是说 它的音质就可以和MPV 甚至比MPV更好 另一样是音质 因为它是上海广播 理论上就不会那么容易 好像FM那样受干扰 另一样有 因为它的声音机 除了接收声音之外 还可以显示一些文字 譬如说你一直听歌 你看到声音机 也有歌的名字 其实这些东西 好像在IPOD都能做到 就是说 当时你单纯和FM的比 它有这个优势 但是很可惜 对不起 这十年互联网的兴起 这五年流动互联网的兴起 这两个优势已经 就是刚才说的优势已经不存在 而且有一样更加致命性的东西 其实为何令到我会想说 这个题目 其实上周我看《友善》有个新闻报道 其实说的是 英国原本想着 2015年 最初有个《红图大计》 即是《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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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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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强烈 即是很大事 但接收原来很容易受障碍 因为可能《红图》的穿透力会强 然后因为你在城市高密度的空间 可能你在室内随时收不到 我想可能有很多电池波 收不到的东西 但是很大事 加上原来 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没有很研究 详细看 但我都看了有些资料 原来它的DAB 即是你的信号 有分几种制式 有些新一些 有些旧一些 原来旧一些 旧一些的版本就是 你在开车 你去到二三百公里 那又会收不到 当然在香港 你开车开到二三百公里 是非而所思 在香港很难 但大家想像一下 在一些欧洲 或者在一些比较大的地方 可能他们经常要开车的车 那你在欧洲人 你也是这个国家 很喜欢这个国家 开到另一个国家 你走一些高速公路 那你走二百多公里 很正常 但当时你听数码说过 你收不到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 我自己本身有另一个想法 就是任何一些新媒体的诞生 其实它自己本身的存在 它是改革了内容 我们从电台到电视 因为电视 为什么电视有存在的价值 就是因为它自己本身的内容 它是视线 尤其是新闻 例如六四 我们说个人 怎样站在摆车前面 他真是给到你看 有善情很多 如果你只是用心 有旁述 那是很取决于旁述的 但如果你说有视线 那样东西 其实有图片有真相 有影片有真相 那样东西是客观了很多 如果你说电视的存在价值就是这样 那我们自己本身由电台和电视 并行的大众媒体 去到网台 那网台它自己本身又如何改革了内容 有一个情况 香港很特别的 我们发觉香港的网台 我们一直说香港的网台 它本身发达在于 我们经常听的节目 好像人网那样 他们自己本身的收听最高 其实我们发觉都是那些时事节目 为什么我们会听他们的时事节目 为什么他们的时事节目 就是网台时事节目会有优势 当然其中我记得人网开台时 他是一个可以说粗口的电台 为什么可以说粗口 就是因为他不受这个监管 不受这个港本局的监控 所以他自己本身尤其是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很多媒体 就是新闻节目 越来越多一些自我的 一些审查 的情况下 有了这些感言的节目走出来 我们会觉得很新鲜 就是听到一些人说的东西 就是现在我们发觉很多真相 是在一些新闻媒体上 其实是看不到的 就是你归去那边 他们又受到一些大广告商的影响 譬如好像很简单 有很多报纸不敢得罪地产商 是不是 因为地产商下的广告很多 而他们下的广告应该 可以占的百分比可以去到几十% 就是你很难想象 其实他自己本身 报纸他自己本身 在言论本身就很有局限 但网台不是 相对空间比较自由很多 所以他的存在价值就在 但相对来说 你会看到他的音乐节目 就不会很受欢迎 音乐节目本身就不是 受到任何政治或经济的利益 因为音乐节目本身就不是受到任何政治 或者经济这些利益会影响到 我想我们讨论都分析的层面 刚才我所说的技术层面 我们又再说回 究竟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媒体 譬如数码广播 他又如何去re-invent 他们本身又如何改革了内容 不行 就是没有 网台可以做到 一件事就是 我们是反监管的情况下 会走出来 但是数码广播 不是 原来你又受制于一些广管局 因为你在香港 又是政府下牌给你的 对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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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新的媒体的诞生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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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五年前 开始的时候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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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大班 一个是 一个是 是 那时是 即是 即是 为什么呢 大家会觉得 现在的大型的媒体 开始是 龟边 是吧 有很多人觉得不行 没有了这两支咪 有很多人觉得不行 我们要 自己搞 是吧 其实 其实 网台有很多个香港 当然 你真的跑出 其实真的跑出 老蕭 就是蕭若元 加上我们 RTV 都算 即是 在社会上 其实还有很多 是吧 但是 即是 那个情况就是 你 那个 网台 即是一个新的媒体 为什么 Anthony说了 就是不受 港管条例的 的监督 大家可以出所欲言 或者我们 在一个 就是听众的角度来说 他带到一件 新的东西 是的 很明显 我们看到 就是现在所谓DAB 他带不到任何 新的东西 给听众 那我们 这里有一些新闻 也有说 你刚才说的 大班 他就 为什么他会 对这个 这个 数码广播 这么有自信 因为他就说 香港只有一个大班 我想问一下 一件事就是 数码广播 是不是因为大班 而存在 一个人而存在 那 我们现在看到 数码广播 有三个台 大班的台 只有一个 我都不记得 那两个我都不记得 不是说DAB这个台 他还有两个台 好像是分给新城 其他的台 除了网台出现 首先是节目的内容 因为香港的网台 令到我们有些新鲜感 第二件事 其实本身 互联网的技术 亦令到很简单 因为很多网台 成功的网台 我说的是 他和讨论区 是连结在一起的 比如我和Anton 很喜欢看人网 对 很有互动性 那种互动 是真的不同 当然 其实有时候 我发觉那些 就算是心机 商台那些 都迫着要搞这些东西 比如有时候 我一直听商台 我现在都很少听 但是一边听 他都会说 QQ 或者MSN 立刻会有些人谈 但是 不同的网台 你两个东西是 黏在一起的 是 经常 你在讨论区 那些听众一路会说话 那些主持人 一路会看着讨论区 那些问题 或者一无回应 那些主持人 会给你一个即时的反应 那种趣味性 亦不是 传统的FM电台 或者数码电台 是可以去比美 所以 当然 我听到 我真的没有去听大阪那些台 事实上很多人没有 我告诉你 其实 如果一个节目受欢迎的话 例如新城 商台 那些个别的节目 是受欢迎的话 我们会看到各大讨论区 You wanna discuss 那些节目 那些讨论区 他会有BT 给你单 但是我 昨天我自己 花了很多时间去那些讨论区 找不到 真的 其实你会发觉 就是说 其实他那些 就算大班 现在都开了咪 那我也找不到 在YouTube也好 那些讨论区也好 我想而知 其实 以目前来计算 虽然只有一个月 见不到他们 对于观众来说 有一个特别的期望 唯一一件事 我们看到的就是 他会给予很多机会 给予以前 其实 流失了的一些 节目主持人 例如 红朝鋒 亚联舞 或者其他名主持 就是吸纳回去 林毅华也有 是 校TV也有 林毅华有一个节目 不知道是否和大阪在一起 总之我看这些报道 是有林毅华的 其实都是用回以前那些 其实 你 没什么新的东西 当然 他 所谓有些新鲜感 其实有个台 应该是给些什么 霸好 什么 有 什么 林徽 不知道什么 雙徽 但是 是不是 对我 我有一点不给你 他也是论证 论证 论证节目 其实不是有一个对港 你那个 问题是你那个媒介 他不会 方便到你去带出一些新的讯息 走出来 不会 首先 这些东西是不会吸引 我又不会真的拿过什么机制来听 但是 另一样 就是 广东美 他们也是要走回现在的iPhone路 因为他们也有iPhone Apps 对 可以听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搞iPhone 那问题是 那最后也是一个iPhone 因为他想 都可以包揽到 很多人想搞这个数码广播 其实是他个人的情意结 应该这样说 其实推行数码广播 都不是香港一家 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推行数码广播 我都很怀疑如果我从一个国家政策的层面 当然一些专制的国家 我没得讨论 但是我说一些都是自由和民主的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 如果他投放一些资源 是不是真的走去搞数码广播呢 这个是很怀疑 其实 刚才我还没开门 我跟Anthony都说这个问题 因为你上海说 你这个问题就是 你要做很多发射斩 很多发射斩 你又要有一个环保问题 譬如我有一个 在E-media 这个是南亚岛 有一个报导 就是你要建什么发射斩 因为发射斩是整个塔 我知道 那时候我记得 也有节目访问过大班 他当时也说 在南亚岛那边 建发射斩 他受了很多刁民的反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如果我们讲网台 或者是网上的媒介 就是我们用手机去接收的 一些网台 其实现在我反而看到就是 因为其实你现在 我说回来就是说 现在数码广播 他最强调的优势就是他的音质 如果讲音质的话 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如果网上的传送出道 越高的话 其实那个音质 其实那个问题一定可以解决到的 尤其是 现在我们是由3G 到4G 这样计算 其实那个传送出道 其实是可以 对于我们 平时我们顾网用的宽频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如果4G 我们自己本身 都可以随街听到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必要 再去用一部这样的收音机 这个是从国人层面 另一个是从一个国家 当然一个政策层面 就是说 因为你要建一个化射站 肯定不是单单一个 牵涉很多之缘 雙型部门 他自己说要建 你一定有某些政策 有很多政府批核 是否可以建 我从政策层面的质疑 那一个国家 如果要搞什么 一个政府 又要想那么多 又要批核地 又要在什么发射站 还是他投放多些资源 去辅助流动互联网的发展 例如 香港其实真的 好称什么国际大都会 我不知道新加坡和台北的情况是如何 因为之前我经常听别人说 台北是否免费 因为大家都可以上WiFi 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 但问题是 我觉得一些发达的城市 政府是要方便些人 很容易上WiFi 当然 我又不认为 政府提供免费WiFi 会弄走双型机构 可能政府提供了一个 比较低的频宽 即是没那么快 香港政府也有的 那些什么政府机构 你去到便可以免费上WiFi 譬如我们去到地铁 其实也有很多WiFi 但我觉得这样是不够的 你的核心点也不够大 互联网的兴起 技术上的利害 即是可以很多种途径去发射 比如说 如果在数码广播 你没有办法 你一定要在发射站 而事实上 你刚才提及过 我们要牵涉很多的咨询 即是很多政府部门协调 以及我们也有环保的问题 如果我们自己本身 即是在互联网方面的技术 由3G到4G 其实我们如果去每个网络供应商 都去强化4G的技术 根本上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去搞这些数码 广播发射站 以及你所说的 就是3G4G 这个是3G4G的网络 这个只不过是流动互联网 其实是一种发射和接收的方法 还有其实有很多技术 其实你可以在网络 其实我有很多年之前已经听 例如香港就做不到 但理论上是可以的 其实家家户户都会有WiFi 是 其实大家把所有的东西都分享 大家已经去到哪里 已经可以有WiFi 当然这牵涉有某些利益的问题 我觉得如果一个政权 尤其是一些自由世界的政权 它可以有某种政策推动 就是鼓励大家一起去share 或者某些民间的团体 我不知道如何 一方面大家可以利用3G4G的网络 另一方面 亦可以鼓励大家 就是家家户户 商户 大家一起去share 这些网络 另一样东西 就是卫星可以传送互联网 你想想你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然后和你的所谓的廣播 你单一你只可以用一个发射塔的方式 你肯定那种的覆盖率和滲透率肯定是大很多 你想想 因为我猜我不知道 现在我目前以我所知 就是说 它很容易 那些网络的发射很容易 是受一些某些环境的阻隔 可能是你城市 可能在屋里面已经收不到 我不知道地铁可不可以 不是不是 这个就是问题 现在事实上地铁的coverage 其实都是说要投放数以十亿的 不是数以亿计 我不知道是否十亿 起码又要用到公帑 就是了 那不是没用的 其实很容易 因为你要地铁可以上网 你弄多一些 那我们不如搞多一些Wi-Fi 你弄多一些Wi-Fi 在地铁中share 给人用就可以 那不太麻烦 因为那些是现有的技术 很容易 你现有的技术 我们再加强它的技术 你想想自己的家 现在那个人家 很多人自己的家 都放Wi-Fi 你弄多一些问题 我想问 现在我们不要说 其实当然我们在技术层次上 我们已经是非常觉得 这件事不好行 另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搞三个台出来了 三个数码广播台出来了 现在究竟香港可否支持到这么多台 因为它主要收入来源都是广告 不可能 是不是 我据问 现在是投资最多的DAB 就是大班的台 一年花多少钱 好像一千万 不是一千万 以我听萧生节目 他说 我不知道他的来源是哪 一周刊都有说 每个月 就一千万 一千万是一定的 大哥 你一年就是一亿多 十二 不是一千万 一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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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做一个很有趣的比较 就是TVB 做一个电视垄断的龙头 原来市最旺的时候 其实都是十几亿 十三四亿 就是那个盈利 而金融海市那几年 经济差的时候 他的盈利是去到几亿 你只是单单以他的成本 就是一个台 现在就是说DAB一个台的成本 已经是多少亿 已经是亿多 那我们在说的就是说 现在 没有很多广告 我怀疑 TVB他这么大的 就是一间公司 他的盈利也只有这么多的时候 尤其现在我们看到电视台也好 电台也好 其实我们看到群雄各局 是越来越多电视台和电台的 究竟我们如果以现有的一些广告收入 那份大饼 够不够分享给你呢 我非常怀疑 如果你说自给自足的话 是非常困难 除非政府是要强硬 要令到所有电台都做麻烦 否则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难限 不是因为是不可行 你要政府 因为我引起英国的例子 就是说 为什么我真的可以判DAB之死 英国的例子就是说 在目前购买心机 购买D.A.B.即是数码的心机 就是这些心机 当然有很多款 这个是鬆饼 就是很多款 我不知道英国有没有这个款 这些鬆饼的心机 但是我帮他说 买传统FM的心机 那个数目 如果我没记错 就是大个数码的收音机是三倍的 就是 那些人仍然是会 如果你问一个英国人 他仍然是要买回FM收音机的 就是说 你是取代不了的 即是不可行 即是政府不可能 我硬一会换 刚才我说了有技术的问题 另一个就是 其实FM发展了这么多年 FM这个技术是不断自己也有提升的 因为譬如说 你可能一开始是没有这个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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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讲了音质 FM也是去到CD quality 即是音质很漂亮 而且 新的FM的制式 那些心机 他都会显示到 现在的那个台 叫什么名字 也有这样的东西 即是说 因为你FM发展了这么多年 因为它是有得做 所以它不断地的技术会更新 但问题是 DAB如果大家发现 这件事 没得做 或者很难做 根本的技术就是 难以继续不断地去更新 你不是说政府一定要退 因为你要投放多少钱 是 还有 那些人 现在我有个问题就是 我说年轻一代 就是 你想想年轻一代 电视 心机 都 已经是 越来越少去看 是 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反而是 那个 那个 那个习惯就是 我们主动去找一些 就是 那些 就是互联网 是的 所以我们就不会做这些东西 就是 现在是少了 年轻一代 你问我 我真的 我真的不看电视 就算我家 我心装电视 我根本就不会看 但是 我不知道 Anton 你看电视多不多 我看电视 我主要 我本身在YouTube那里看 就是 其实 最受欢迎的节目 肯定会有人上传 是的 这个就是问题 就是说 年轻一代 我们都不算是 年轻 我们就是 就是 我老你几年 就是 我们不是说那些 就是现在在中学那些 那些 我们已经不是在读书的人 喂 喂 我们都已经开始不是看电视 就是看电视节目是上YouTube看的 是的 这个大件事 不是 什么人会留在家 是很被动的看的 就是我们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吃饭或者煮菜 就是 其实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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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有时候 我会看电视 因为我在茶餐厅 那茶餐厅 现在周围也会有电视 摄时间 摄时间 就是 纯粹搞一下气氛 是的 但是当我们主动地去 想看资讯 我们就不会扭开电视 就是扭开心机 全部我们都是透过 就算我听一些电台节目 就是 刚才Anthony说的一件很嚴重的 就是受欢迎的节目 就是都被人倒露了 放上去 放上去 或者BP 我会听电台的节目 就是电台的 我会听港台的 廣东 廣西 但是我从来不会 拿着心心去听 我想你不会 看电视的节目表 然后那段时间 自己坐在沙发上看 因为我想听 港台说西 我就上RTHK的网站 找回港台说西的节目 重弯 就按来听 我们就这样去听节目 我是很怀疑 就是所谓的广告 你香港没有做 你那个广告收入 无论你传统电视台 其实我是觉得匪夷所思 你香港出那么多的 无论电视也好 电台也好 出那么多的牌 是不是 就是哪里有那么多人 走去看呢 走去听呢 然后哪里有那么多的 广告收入可以支持到呢 我是很怀疑 是不是 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都觉得很难找到 其他他生存的理由 我想就是 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根本上 他不能改革内容 他不会 改变我们的 我们听节目的习惯 如果这件事 他真的有存在价值的话 你会自己本身真是 我宁愿买个 这样的松柄的 收音机去听 你不会 他制造不了一个理由 他让我这样做 我根本上 我觉得没有存在价值 所以 我们这样说 我们一定是武断的 但是 我们 也不是太武断 我意思就是 不要紧要 大家可以讨论 可能 不知道 大班有什么人 访问他 他怎么看这件事 但是问题是 我们又给一年时间 可能我们一年之后 又试试做个专题 又说说这个 就是看一年之后 就是 在香港这件事 有没有一个起色 但是 如果你问我 我个人来看 我真的完全是 是不会看好这件事 我们今天 不断地在那里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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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一点的话题 可能这件事 也说得差不多 就是 我 就是说一些 大陆的事情 就是 我 这两天有新闻 但是其实 我又觉得 又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又是不断地 重复又重复发生 就是说 好像在浙江 就加税 是的 因为一个 是不是车衣女工 因为她家里有个车衣机 所以 因为她有个车衣机 所以就收她的税 本身 都相安无持 突然间 就好像加她一倍的税 是吧 就是引起群众的冲突 是 就是说几万人 走上街 真的是打的 是啊 打的 就是 你 就是 我又不明白 其实 她加任何税 其实大陆 都一定不会有 这个也是问题 你和群众没有互动 你说我加税就加税 你是得不到群众的同意 是 是 那我们看到 我们连生存也有问题 喂 到什么时候 我家里有只鞋 你要收我税 是不是 对不对 她现在那个叫机头税 机头税 即是你有部机 你可以做出一些生产力 是啊 就好像这样 对 你有一双鞋 那你有一双鞋 你就可以穿着一双鞋 就可以上班了 这个又是增强生产力 是啊 即是鞋头税 即是你有双鞋 那你家里有部电脑 那死吧 什么也就是了 很麻烦 你有一部电脑更麻烦 那是不是电脑又要收税 那你有部手机 又是机头税 很多人是靠手机联络人 又可以做事 那生产力又提高 我又不明白 其实这件事本身 那是不是政府是不鼓励我们生产 所以才收我们税 这件事就是 其实为什么我说这件事不是什么新鲜 就是其实中国就是所谓手挂民之民膏 就是一个的政权官员官僚 用中任何的方法去在民间那里去脸财 就是这件事你看到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 就是不断地又重复又重复这件事 就是这个就是去到我经常说的问题 我又真的不知道共产党的政权 其实有个迷思 就是过往就是我们民间 一向有个看法就是 中央的政策也是好的 就是地方官不断地脸财 他们不断地脸财 如果不是他们这样做 就根本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群众春突 但是我们看到不是个别的省份去做这件事 而事实上 就是每年 其实中央和地方政府 他们那个税费 他们每年都有一个定额的目标 就是今年我要你收20亿 那你地方政府要跑数 你浙江省要跑数 那你交不到这个税 那你地方政府就要想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收税 那你本身你要交的税就是硬道理 你要常缴中央的税就是硬道理 那如果我自己本身 我不去想其他方法去收钱的话 那我乌沙不保 是啊 是啊 那你因为那样东西就是 不是说中央是好 所以中央有这样的烂的政策出来 那些人要去跑数 是啊 所以其实温家宝那些经常走出来哭 假扮这个老好人 其实根本上他是最虚伪的 事实上他是国务院 他是掌管国务院 但是国务院的政策 包括税费 这些全部是他自己拍板 另外有一个相关的报道 另外就是说近年我都开始看了一些文章 就是说很多爱国的学者都认为 中国的一孩政策出现很多问题 是 因为你的人口老化的问题 就是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你中国 就是整天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但是他已经是出现了很多发达的 国家的一些毛病 其中很重要就是人口老化 因为你这个这样的一孩政策 令到你少了很多的年轻人 但是问题是 有很多人在说是否要 要他改变一下呢 要他改变一下放宽呢 现在好像是改变了的 城市来说 因为他是要 就是说你自己本身 就是现在大陆 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 你父母 都是这个 就是单亲的 都是单亲的 其实可以生两个的 那就可以令到那个人口的 replacement ratio 就继续的 但问题是你 事实上这件事也是受到很大的阻力 因为其实 又是说回我们刚才税的问题 因为这件事 其实对很多地方官 也是 因为你一孩政策 又给了很多地方官可以典出的 收入的机会 是吗 因为他多生一个又可以待几十万 对不对 你多生一个 又要直接去罚你钱 是吗 那你会搞了很多东西出来 这件事也是去到 所以就是证明 其实大陆 对我们 其实香港 我们自己本身公务员来说 有高深掌念 是 但是大陆不是 因为大陆本身就是 你去到国家主席 都是四五千元一个月 是吗 你不想想其他方法去 水哪里可以 是 你见到 其实 现在我们见到海关 就经常要针对香港的奶粉 一些iPad iPhone 那些走私流税 云上去 其实他们自己本身 都在这方面 其实他们自己本身收到的 就是他们的做法就是 他们拿去拍卖 当然他们自己本身 就是收到你的手机 然后拿去卖 有两种做法 其实一般的做法 如果你是个人用的话 你又没有报税 例如拿一部iPad 他就会 第一他就要你报20%的税 如果你不可以的 那你就退回香港 你的手机就要 他是这样做 你会见到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的基本工资 对于整个中国的公务系统 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么低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起很多其他方法 去赚钱 一定是 所以这一点都不容易 法官也是这样的 所以那个司法独立 都会有很大问题 其实是 不能做的 我们上星期说完 为什么 见到一个人撞车 你会走 因为你真的会害怕 法官和那些有钱人 很老屈 即是勾结 你说见到一个女人 或是见到一个小孩 被车撞到 可能你去救他 或者你想指证 那一个开车的兇手 为什么 开车的那个人 又跟法官有什么勾结 可能那个人 又不知是什么官安局的儿子 你去救那个人 然后开车的那个人 跟法官一起来 就会冤枉你 你见到这些东西 你当然会走 你还走 因为大家都不信这个司法系统 不信这件事 可以带给老百姓的公正 那我们今天 这个话题 又去上星期 那些经常中国的问题 当然 如果你去回 我们刚才说 数码广播的问题 就是我们认为 香港也好 或者这些 中国我就不讨论 我又觉得 一些先进国家 他把资源 搞这个数码广播 即是浪漫 想想想 如何去做一个更加便宜 更加快 令到更加的人 可以 就是 享用到互联网的方面 譬如 举个例子 你说iPhone 都会令到有 这件事很难做的 因为 为什么要搞一个数码广播出来呢 其实 它最大的原因 我觉得 就是一个政治原因 因为它可以操控 它可以发牌 去监管 但是 我觉得它 它是不会搞的 因为网台 它事实上 是很大的一个监管漏洞 在这里 你的伤害在外国 你根本管不了 所以它不会这样做 我是说一些先进的国家 即是文明的国家 即是 我认为香港 那些什么 但是 我觉得 政府 擺自然是英国 你搞 不要再搞 有一个健康的政府 你不如 想多一点 令到匯联网更加 因为你想想 其实 你买iPhone几千元 对很多比较窮的人来说 都是困难的 首先 互联网的收费 一定要便宜 或者是免费 免费Wi-Fi 第二就是 是不是有些机器 一些手机 是可以很廉价的 基本上 每一个小孩 或者 不管他有没有钱的人 他都可以很容易享受到 这些手机 这才是正当正正 即是利民的政策 好 今星期 涉图会 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